现在很多花有养的杜荐花都出现了掉叶黄叶的现象 那么杜荐花掉叶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过多的掉叶 那就是土养出了问题 杜荐花是比较喜欢偏酸性土养的一种植物 如果说我们长期不给这个土养做处理的话 这个杜荐花是非常容易掉叶子的 那么我们该怎么正确处理呢 我们可以一个月用一次这个硫酸亚铁 因为硫酸亚铁可以改善土养的酸碱度 还可以给杜荐花补充一些田园素 这样会对杜荐花生长得非常有利 那么使用它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一克的硫酸亚铁对上1000毫升的清水 一个月给它使用两次 这样的话就完全可以改善杜荐花的土养 我们只需要连续使用三个月就可以了 如果杜荐花还出现掉叶不正常的现象 那么我们还可以继续的使用 那么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杜荐花出现叶片掉落发黄的一些原因 该怎么正确处理的一些方法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